早安 YouTube 我是藤原 おはよう YouTube 藤原です 我是一個線上日文家教 在這個頻道 我會用最淺顯易懂的方式 分享初學者也能沒有懂的日文知識 在這集影片中 我們要來學著述詞到底怎麼用 我們已經學了一個兩個幾個的講法 那現在想講一句完整的話 比如說這邊有一個馬克杯的日文該怎麼說呢 最近日本開放旅遊了 如果進日本餐廳 常常都會被問有幾個人 該怎麼說呢 請一定要看到最後才會知道完整的說法 では始めましょう 在上集影片中 我們如果要說這間超市有561個蘋果 如果用住宿詞個可以說 如果不想用個這個住宿詞的話 可以說 這是直接用數字表示的講法 今天的內容會解答為什麼要這樣講 以及這些住宿詞使用上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主要有兩個重點 重點一 住宿詞放在住詞的後面 比如說這句 教室裡面有10個學生 生徒是指中學生 就是國中生跟高中生 住詞が是用來表示存在的主體 存在的主體是學生 所以放上生徒 住詞に是用來表示存在位置 所以前面放上教室 我們可以看到 住宿詞的10人 是放在が的後面 います的前面 重點二 時間長度也是屬於住宿詞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 像是一秒、一分鐘、一小時、一天、一個禮拜、一個月、一年、一世紀 這種東西 都是屬於住宿詞的範疇 也就是說它的位置 也放在跟重點一 例句一樣的地方 那我們來看另外一句 昨日8時間寝ました 我昨天睡了8小時 這個8時間也是一種住宿詞 但是這個東西也同時代表時間長度 也就是說它的用法跟一般的住宿詞 會有點不一樣 就像我們的例句就完全沒有住詞 但是如果我用到上一刻的表示存在的動詞 います或あります 比如說 ミッキーさんは日本に一年います 米奇小姐會在日本一年 那一樣是放在住詞に的後面 います的前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實際應用的生活會話 假如你上司問你買了幾個橘子 ミカンをいくつ買いましたか? 這時候因為上司已經講ミカン了 所以你回答的時候就不用再重複一次 假設買了五個 一次次買いました就可以了 其實這個概念跟中文一樣 大家把它翻成中文就知道了 你橘子買了幾個?五個 這樣就好了 誰會那麼麻煩還回答 橘子買了五個 這也是考慮到口語的簡便性 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本頻道除了講解文法的部分 還會帶入一些日文慣用的講法 讓大家一邊學一邊養成自然的語感 今天的練習是 有幾台電視? 有一百台 請問這兩句話日文 請在評論區作答 謝謝你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關於學習日文訣竅 歡迎按讚訂閱小鈴鐺我的頻道 我是藤原 で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